ABL多羅馬職業籃球亂賽 香港東方作黑白色的澳門黑熊 東方在上一場主場一分不敵菲律賓火炎 至於黑熊隊方面近方連輸兩場 都是輸少少 海報的初段5號的拉利羅斯 回到底線給蕭建勳一個三分球 送個新年大禮給主隊 又是他 莊蕭 這次不射三分 做個好球給另一個隊友 在領導位的李奇 進入他今季的三分球 新年的三分球 沒錯 隊長李奇前幾場就不獲正選 今天已正選上陣 荷里菲特 讓他在籃底很簡單 做個拆領屋 麥堅尼 今天的壽星仔 看到他開幕初段已經很健康了 還有一位好隊友 紋尼高自己强行刺進去 嘩 那個圖都入圖 狀態不錯 上場他拿到本球的身高 就是38分 這個分球做得很漂亮 給到就是蕭建勳 蕭建勳其實在初段的三分球手感 禮不虛發 這場比賽也是一個焦點 就是我們前東方的中鋒漢尼拔 首度加盟就是澳門黑熊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黑熊隊內線球員艾華斯 有鍾爾炎 找了漢尼拔回來做替工 打完第一節 東方領先27比25 再看到第二節 梁建勵的三分球 更加反超前東方一分 反過我們東方球員 高士勒 再分給今天狀態大勇的蕭建勳 再來一次三分球 其實第一節 香港東方的三分球 非常準確 不過去到第二節 就開始有一點點回落 另一方面就是澳門黑熊 在麥堅林的測動之下 令到漢尼拔 都有一球漂亮的單手入盡 高士勒 以為自己過得到 怎料被文尼姑一手就偷了 接著交給後上的梁建勵 就算對著阿拉利羅斯的飛襟 都沒有害怕 梁建勵 越打越好 好了,板凳高士勒 嘗試落低位 包到一坑漢尼拔到 這個球更加能打到N1 對於東方來說 球員不知道有沒有皮泰 因為一個星期內 已經是第三場比賽 不過今天上半場表現得最好的就是他 5號的拉利羅斯 這個球沒有人打擊他 來個三分球 拉利羅斯半場的三分球 是5-4-3中 上半場獲得19分 還是繼續拉利羅斯 這次交給蕭建勳 看一看沒有人打擊我 唯有自己出手試過三分球 都中了 莊少勢厲害 半場三分球 5射4中 好,高位的單檔 給班頓高士勒 回到我們張文平 張文平今天的出手 跟上場一樣 三分球都是不聽勢 只能夠入了兩分 整場比賽 另一個問題就是 東方在上半場出現了8個失誤 這個球更加給了文靡高 可以說是空曬做個表演 第二節的最後一個攻勢 又是他 麥堅利 就算對著張文平 讓你知道我在那個位置射 我都射得入 我打完半場 我滿黑熊領先 47比42 再看第三節 由於班頓高士勒 比較大火太多 然後給對方的機會偷到 文尼高 一對一之下 這個球很簡單 第三節正正就是沒有這些氣息 都是慢慢打 但拉利羅斯又是同一個問題 同一個毛病 被梁堅利偷了一球 自己一手包辦 輕鬆拿了兩分 東方這一節更加進退失句 最主要原因是甚麼呢 就是很多轉動 半場有8個失誤 但到第三節是增加了6個 變成第三節有14個失誤 靠零星的三分球 但這球又是拉利羅斯 回傳給蕭杰婚之後 又被梁堅利偷了 輕輕鬆鬆拿了兩分 又一球了 被對方偷倒 然後文尼高 來一個就是戰虎式的入樽 分數方面開始慢慢拋開了 今天生日的麥堅利 更加射到著火 一度去到68比54 這個進攻又是他 做了幾下變向之後 拉開了空間自己的時候 兩分球 接著一個假動作 直接殺到籃底 今天麥堅利是全球得分 最高的球員 得了30分 小健分 三分不射 然後推上去射了一個 禁區的Floater 又是麥堅利 大客大客大客 為何你們沒有人欺負我 沒有人欺負我 唯有三分球 不單止他 文尼高都說來一球 文尼高今天也得了27分 當中包括了兩個三分球 結果這場比賽 香港東方 作客就不敵澳門黑熊 比數就是97比80 黑熊隊勝出這場比賽之下 終極了兩禮拜 走到時候 現在到晚 全球一場 空中 走到達到 中間 一圈 有些人 我們要重新 有些人 有些人 中文字幕——YK